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排放的路径图 可是我们的产业界 尤其是中小企业界 对于所谓的碳权 碳交易 基本上都很陌生 我认识很多的企业都问我说怎么办 那我们今天工章时报呢 我们就来帮各位解惑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碳资产 刘德安 刘副总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他看到的碳权 碳交易的问题 那刘德安 刘副总 他已经取得了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 碳排放管理师跟交易师的一个资格 是台湾少见的一个碳权的一个专家 那我们今天谢谢刘副总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单元 那第一个我想请教这个刘副总的是 碳权 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样 那企业目前很多中小企业 为了要取得企业国外客户的一些认证 那他们也对这个碳权的部分下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可是台湾还没有所谓的碳交易中心 那碳权到底要怎么取得 那你是不是可以来先说明一下 谢谢 好谢谢社长 那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下碳权的由来 其实他在早期1997年的时候 京都议定书的时候 他其实在全球的共识上就有开始谈到了 有关于碳汇的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当时要有碳权 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包含到附建议的国家 包含在我们的就是在全球 在于全球暖化的一个部分里面 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强而有力的手段 因此他开始提到了有关于AAU 或者是我们讲的CRS 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两点 是因为附建议国家 或者是在附建议非附建议国家之间 他们有关的碳权的交换 它是一个鼓励性的一个碳权的一个交换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当任何一个国家 包含美国 包含到日本 包含到德国 这些重生产的这些国家里面 他们如果能够积极的去作为 去做实质减碳 这时候呢 如果包含到瑞士 或者是包含到其他欧洲等先进的国家 他们也同样有一个更先进的共识 然后完成减碳 这时候就可以完成所谓的AAU 附建议的国家之间的碳权交换 这就是所谓的碳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由来 再来的话是因为 当时有先导四十一个国家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叫CDM的机制 那它也透过CRS的部分里面来定义 早期的附建议国家 跟非附建议国家之间的碳权交换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京都易新出早期的时候 说到一件事情 先进国家必须要能够帮助 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能够一起为全球暖化 及温室气体碳排放的部分进行管制 所以呢 这就是碳权的前世精神 另外一点的话 其实在台湾我们目前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困境 我们并不是联合国旗下的组织 那我们台湾政府这边 目前来看会出行的一种方案 叫做环保署碳底检的专案 但是这是一种抵患的概念 非碳权 再来的话就是我国开 其实也针对一些森林碳汇的部分里面 来去做一些探讨 所以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了解 就说我们真正来讲 我们的企业 它应该如何取得碳权 我们从几个面向来看 它一个叫强制性的市场 一个叫自愿性的市场 而我们台湾目前比较适当的做法是 除了环保署碳底检专案以外 除了未来可能议定的森林碳汇的情况下 我们目前企业最佳的解方 就是走所谓的自愿性市场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不论你是透过所谓的 就是检探行为的方法学 或者是你透过所谓的种树 然后再富裕森林 你这时候你透过一定的一个标准的情况下 你就能够从VCS的部分里面取得探权 台湾如果有国外客户的一些探权的需求 我必须要这个台湾的产业 我必须要在我这个产品来去做一个净零排放的一个部分 可是我现在来去算我自己企业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如果这个不够 我必须跟对外来去买这个探权的时候 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 好 谢谢社长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先要了解到 我为什么要取得探权 从企业的角度里面来看 首先企业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 叫做碳盘查 那为什么要去做碳盘查 原因是因为你才知道 在你的整个产品的过程中 你的生产 直接用电 间接用电 到我们讲的ISO14064范畴3 交通级组织运输的部分 你这家企业真实产生多少的碳盘 那你一定要做一个 一定要做一个自我诊断 或者是找辅导机构去做诊断 原因是什么 这时候你才会从诊断的角度里面 知道你真正需要碳权 以目前来讲 台湾的部分里面 因为台湾目前是在 再生能源的部分 它是非常非常的支持 所以呢 我们从国家体系来看 我们台湾走的一个叫做TREC 叫做再生能源凭证的制度 所以呢 我们的企业一定要从 我们的能源的部分去做盘点 那能源的部分 如果按照今年的我们 今年的我国的每一电度的碳排的标准 就是0.509公斤 去年的话是0.502公斤 那大家来看一下 0.509跟0.502 今年的二氧化碳 比去年还增加了0.07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警讯 这就代表我国在 所谓的再生能源 及能源的利用率 有远远不足以支撑 我国所定定的标准 因为在我国的标准里面 是希望我们每一度的发电 是能够降至0.4公斤 但是我们今年是代0.509 这段的差距 还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 那再来的话是 当我们完成了盘点了以后 企业就必须知道 我如何取得碳权 第一个TREC的部分 你取得了 那我们就要来看 你还少多少 在你还少多少的部分的时候 你就透过VCS 或者是透过 我们讲的海外碳权的取得 来去做相对应的抵减 那再来的话是 如果你是有一些 就是包含到一些森林富裕 或者是你在你的制程 及运输上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就可以通过 方法学的部分里面 来协助契约 解决海外出口的问题 再来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说我们企业要做一个 探盘盘查的事情 那现在台湾有哪些机构 可以来帮企业来去做一个 整体的探盘查的事情 OK 其实这个议题的话 我们会源自于 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 包含到像英国BSI SGS 那包含到我们讲德国 莱茵 它有开放7家的 就是可以适合做 所谓的探盘查的一个 辅导发振 那今年台湾的政府这边 我们也应该讲到 2023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政府这边 其实也会针对有一块 就是我们也会开始 去让其他的民营机构 开始能够去做辅导 那以今年来看 除了原本的7家以外 又加了两家 一个叫做金属中心 另外一个叫做塑胶 就是财产法人塑胶中心 那明年我想应该会更为百发其放 那为什么 其实慢慢来讲 其实台湾要能够向国际接轨 那实际上我们对于产业 这些辅导公司 或者乃至我们的企业 它都应该要正视在 ISO14064 或者是ISO14067里面的利用 那原因是什么 还是讲了探权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企业如何针对温室气体探盘查 及我们如何针对 企后变迁的因应行动 所以我们一定是了解自我 了解企业 最终依据你不额之处 取得探权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强而有效的 在你取得探资产以外 你真正能够企业在面对 全球永续战争 跟永续策略的过程中 你才能够与世界接轨 谢谢 谢谢副总 这个这么清楚的说明了 那有了探权以后 我们就看进入一个 所谓的探油价的一个时代 那探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这个台湾现在好像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价 那据我了解这个国内的企业在内部里面对探定价的部分 有的是这个一公顿 差不多几百块台币 有的是几千块台币 有的还有上千块美金 这样子一个 那探定价的部分 我们企业要怎么样来去看 那国外趋势又是怎么样 是的 请教 谢谢社长 我觉得这个探定价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议题 我提供大家一个今年的数据 就是2022年的5月份的 5月31号的一份数据 其实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全球在碳交易的市值 已经逼近了8128亿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尤其在全球的碳交易市场的一个活络 另外一点的话 我们也特别特别要去注意到 今年在新加坡也成立了CIX 就是我们讲的碳权交易中心的部分 包含到在亚洲国家 现在在南韩、中国及新加坡 都开始有了一个碳交易的一个雏形 那为什么我会先从碳交易 再去讨论到碳定价 原因是一件很 原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点来看 第一个这个价格谁来定 如果按照是强制性碳牌 可能是国家来定 那就像我们曾经谈过了 就是我国定义的是每公吨是100块 假定2024年事情 那有些国家它定义的是100块到1 135块到200块美金不等 再来企业的自我的碳定价 像在台湾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太大电 就会有针对所谓的就是自我的内部的一个 碳定价成本定在300块左右 那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 或每一个企业都针对这个部分里面来去看 那真正的市场价格应该是什么 我认为它回归到了一个最大的主体就是 我们讲的VCS 或者是我们讲的就是自愿性碳牌市场 现在大概平均的价格来看的话 如果以真正公开的价格来说 今年大概是会到20到25公吨一美金 我们把这个故事剧情回归到10年前到20年前 当时如果当在VCS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 其实每公吨的价格是在0.05美金 所以差距是非常非常大 你实实在看今天20年后的今天 现在是到25公吨 而到每一公吨25块美金 那我们再推估在5年后 有可能就会突破到80到150块美金之间 那定价为什么重要 我们就想想看一个问题 包含到我国是一个非常非常支持 我国的企业是一个非常重 所谓的海外供应的一个国家 那包含到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苹果在他 Apple目前在他的所有产品里面 都响应的就叫循环经济及再生利用 那我们就思考到 包含到我们的富斯康 包含到我们的伪创等不同的公司 在苹果供应链的体系的一些 一些供应的厂商的支持下 他也必须要开始要有减排的手段 然后包含到他的产品的部分 如何碳足迹 然后来提供相关的数据 所以碳地价来说 我们应该要去遵从的是国际的标准 还有企业内部对于影响到 他绿色供应链的行为 而自我的去衡量 因为政府来讲他可能是从 因为台湾目前来说 我们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就我的老师李建民教授告诉我的 就是其实在早期就是非常非常早期 就是台湾在2000年附近的时候 就开始在讨论碳交易的制度 但是很可惜的到十字今日 目前我们没有真正实行碳交易 而是执行到碳税或者是碳费的这个议题 那这就会反而去遏止及影响我国所有的厂商 及我国的供应链关系下去取得海外可能便宜的碳群的机会 那大家来想 当我们的手段变少的情况下 企业未来面对像C-Band 或美版碳关税的议题的情况下 它所要付出的代价 那远远是超过政府及企业的想像 尤其在永续战争的前提下 我们更应该要去考虑到 我们如果如何用利用更多元制定于国际接轨的碳定价模式 参考国外如南韩 中国或者是包含到我们的新加坡 亚洲国家等不同的不同的国家 它相关的碳定价的模式跟交易的模式的机制 以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完成我们的整体碳定价的模式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谢谢副总 那我们从碳定价我们就来看到这个 谈到碳交易 那我们是不是他三之十可以公错 不晓得国外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那值得我们来作为一个借鉴 是的 我特别可能会去想要讨论的就是我们的邻居吧 我可能会想要先了解一下 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先从中国大陆的一个角色里面来看 中国大陆它在去年7月16号的时候 正式实行就是我们讲的就叫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它把它原本七个在各个省外的一个 就是各个省内的交易所合并成为一个交易所 上海叫交易中心 武汉湖北叫做结算中心 那这时候就开始去定义到了一个更明确的一个 我们讲的在他们中国国内的一个就是碳交易的制度 那它的制度是什么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接近的 第一个制度是 它考虑的是 例如我以能源产业 假定这个能源产业A的公司 它今年所被标准的定的碳排放的系数为200公噸 就200公噸假设200公噸很少 但是呢我的A公司它排放的是150公噸 B公司排的是250公噸 这时候因为它现在产业的部分就已经实施碳定价 比如说我就只允许你去排这么多的二氧化碳 或者是这么多的碳排 这时候A公司的50公噸的碳排 它会要求你在一年内一定要把这个减碳的额度放到交易市场 原因是什么 它要能够你实施 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件事情 你已经实施减碳 你不应该在手上持有私有碳圈 而你放到交易市场以后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我刚才讲的一个B个案 B个案有250公噸 所以它已经明显高于原本今年应该排放的标准50公噸 这时候这个B企业就应该要去这个自由交易的市场里面 去购买50公噸的碳圈 原因是什么 我A公司我排了这么多 那我总要能够得到真正碳圈经济的碳资产吧 B公司你就是没有乖乖听话 所以你排了这么多 那当然你就要去市场上去买不足的部分 来变向平衡我们所谓的平衡碳的一个机制 这时候就是中国大陆实施的就是我们讲的强制性碳排 那它制定于强制的一个标准 然后定义于每一个产业不同的一个标准系数 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要来看我们邻近的韩国或者新加坡 它们采行的更像是我们讲的自由交易的市场 为什么 就是企业主动而且是有义务性的去进行所谓的减排 那我变向我自愿 我自愿去减排 我应得受的角力 这时候呢我就会把我的方法学 我的森林富裕 包含到我积极的手段数据的分析 所以我提供到VCS的验证市场里面去 不论你是透过VLA 透过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GS的标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海外的Town账户里面 去变向交易我的碳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我世界上它的统一的潮流 从强制性碳排或自愿性碳排 它的目的都是什么 我要鼓励 而且怎么样 要能够更进一步的去完成碳交易的过程 然后同时之间 我真正能够对温室气息的减量 能够有实在帮助 那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剧情再拉回国内 如果我们从碳税或者是碳费的制度 我今天我在台湾 我确实缴了碳税 我确实缴了碳费 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是海外的部分 它的碳价格之间的浮动关系 对我厂商的内部成本的隐含成本 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如果能够从海外取得便宜的碳权 但是我在国内 我没办法 或者是不承认 这时候我们就变相一个问题是 我企业变相的出口的成本就会增加 产生了更多不利于我国出口的条件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国内外 它不同的制度 所造成的供应链之间的关系 跟市场的竞争价值 不晓得解读有没有错 就是说您认为就是说 台湾的部分 台湾企业除了政府在科所谓的碳费跟碳税之外 企业因应的整个一个产业链的变化 也要有另外一套的机制 来去跟国外的一些交易所来去做一些碳交易等等的 这样才能维持自己企业的竞争力 我这样解读是不是这样 对 社长是的 我想永续这件事情 可能它不只是政府的事 它也不是联合国气候变迁委员会的事 它也不是不单单只是企业或个人的事 它是一个全球经济环境的过程中 每一个生产环节都需要思考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所有目前当今的所有基数都是在1990年代 为什么从1990年代 包含到我们就讲的是 我们要回到1990年代的碳牌的系数的标准 但是我们更要去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 企业它应该要有更多元的手段里面 来完成相关的一个就是相关的永续策略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永续管理这件事情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非常非常有含义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里面 让我们的企业更活络与全球交易市场 谢谢 谢谢 谢谢今天这个刘副总跟我们来去分享 所谓的碳权是什么 碳交易是什么 台湾的企业应该要怎么样来因应 那我们非常这个感谢刘副总跟我们一起 来分享的他的一些经验 我们也希望台湾的企业在未来的一个永续发展上面 在碳交易探权的一个取得跟交易上面 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经验 今天谢谢刘副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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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